现在有很多车主在晚上开车时喜欢开远光灯 试想一下天黑时人们的视线本来就不是很清晰 这时候还有人开远光照着你的眼睛 眼睛难受不说看不清楚路况也是很危险的 那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时该如何应对呢 大部分的车主会选择把自己的远光灯也打开 进行对射 其实这并不是很聪明的做法 一 被对面远光灯照射时 我们应当绕开照射点 保证自己的视野清晰 这样才不会反应不及时 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 二 当你发现迎面而来的车打开了远光灯 这时你无法绕开和躲避的时候 我们应当要减速慢行 让对方的车先走 不要因为气氛就横冲直撞 这样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三 其实还有一部分车主 并不记得自己打开了远光灯 这时候你就可以闪几下远光灯来提醒对方 一般有素质的车主就会立马关掉 四 当别人在你身后打开了远光灯时 不要惊慌 你的防眩幕后视镜将发挥它的作用 其实这个功能就藏在了车内后视镜的下方 大家快去找找看 五 当遇到后面车主打开远光灯时 你也可以轻踩刹车来提醒对方 但切记不要猛地踩刹车 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得不偿失